Slow Down oh shiit Slow Down Ok Good Go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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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Nice Wow Auto Man 今天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明 今天请了一个大早 来到了 Sepang 雪帮国际赛道 为什么呢 因为最新一季的 Toyota Gatru Racing 开死了 但是我今天不是来看比赛的 我是有任务的 什么任务呢 Toyota JR Yaris 出体验 我要来试驾 Tata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哇那现在 我们来到了这个 Jim Kana 的现场 你们可以看啊 就 其实难度蛮高的 要做一个 Donut 开手排车做 Donut 要拉 Handbrake Oh My God 哇可是这个做到美 Yeah so 接下来就到我了 然后要做这些 蛮高难对我来说蛮高难度的一个动作 So yeah OK so 接下来我要做的是开着这台 GR Yaris 做一个 Jim Kana 的动作 包括在前面第一个 Scope 就是 就是要做一个 Donut 的 就是做一个飘移啦 然后接下来还有 Slalom 和这个弯道 就是 紧急换道的这个动作 挺难呢 因为对我来说 要开一台手排车 然后 第一个 Donut 就已经是 我就觉得哇 有点怀疑人生了 So ok 接下来我要试试看 OK OK 准备 OK рист准备 就做入闪处 很好啊 OK OK let's do i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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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 Nice! 很棒 Good! YES! Slow down Shit Slow down OK OK GOOD GO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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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nice,哇! very good! ok,that's crazy man! so,等一下我要做多一次,drift 就看能不能做到 剛才是有一點feel的 no, it's ok is it? yeah,not too bad ok,3,2,1,go! 好,那邊走 那個角度非常的美 有那種90年代那種rawness 很原始的感覺 哇,真的是太爽了 所以它的這個操控很一體 很直接 然後這一台,這個1.6的三缸 真的不是開玩笑,很有力 so,其實 這個Gincuana 這個GRX 在這邊真的是表現非常的厲害 那首先這個donut 一開始donut 挺忙的,對我來說 其實是蠻難的 就是你要 控制方向盤 然後你要控制這個 make sure 不會失火 然後要拉handbrake 真的是對我來說有點難啊 但是很好玩 那後面接下來這個link change 還有就是做這個slalom的時候 這台車講真的 真的是很perfect 它的這個動力哦 一點都沒有1.63缸 Turbo 的感覺 我覺得非常的猛啊 它來得很即時 而且很線型 加上它的這個整個的這個動態表現 是非常的一體化的 就是很直接很sharp的感覺 我覺得這輛車 Toyota 真的是 我覺得這輛車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的這個制冷系統 非常的強 我們已經是連續超這些車 正常的這些車 很多輪了 就很多媒體都輪流進行測試 但是全部都還很正常 沒有過熱的問題 沒有任何一輛哦 我覺得這個是蠻強的啦 因為這台車它的這個動力 其實真的是很猛 那個Turbo 不是玩玩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去到 Servant的賽道裡面了 來到下一個環節 所以 Let's Go! OK 大家好 我接下來就已經是全服裝 戴好頭盔 綁好Servant 在這個Gi-Yaris裡面等待啦 那剛才其實我們做這個 Gymcarna 的時候呢 我已經對它的這個整體的這個動態啊 操控啊 還有它的動力性能那方面 真的是讓我感到很impressed 我覺得這台車 如果你去開山路的話呢 它真的會很好玩 它的那個原始感很強烈啊 就有找回那種90年代日系性能車的那種感覺 那剛才我們試的是這個Sport Mode 它就是70%的動力是在後驅嘛 它的這個後驅的那個動力 那個Torque真的是很滿 你稍微真的是踩大油一點 然後再擺這個方向盤大力一點 它就真的是直接飄了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是試這個Track 模式 在這個模式之下呢 前後的動力分配是50-50 收視一個平均的設定啦 接下來我就很期待它在這個 射棒賽道它的這個 咬地性還有巡迹性是如何啦 OK 大家也可以看到了 我前方的這個Litcar呢 是一台Supra牛魔王 今天真的是Toyota Day來的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右方 是有這個最新的Vios GRS 這個讓我不僅感到更加的期待了 頭掉口罩大家比較看得到我講話啦 so yeah OK 我們來吧 現在我是開著這個autoclip 就是自動無油的功能啦 so yeah 哇這個車雖然說是55分配 可是我覺得它的這個車尾 也是在蠢蠢移動哦 然後這台車它的這個搖地震 真的是太好了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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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輛車 在賽道上它的表現也是 很KING的感覺啊 OMG 我還在示範這個滿堂的司機 動聽 哇 真的這台車 太好開了 OMG 哇這個關 WOW! 7000轉X他! Mine view Mine bar 我現在要關掉這個自動輸入的功能, 試試看做灰燈頭 哇,這台車真的,在賽道上很容易開! 然後就在賽道上 哇,它的這個動力真的來得很快! 我真的是一直在馬上翻牙! 坐在Hill & Toy 也很榮油,其實 哇,這個飄著去,Oh my God! 忘了換牙! -Kind to beware airy patient with the 930! 哇,這台車子就要被跑出去哦! 它的这个车体还是能够 hold 得到 就是你要做到你的线条还是能够做到的 而且它的这个 车身的这个柄杆都很有啊 我稍微踩一点油我就可以 feel 到那个 配重它的那个中心的转移 Oh my god!我想要摆着开车! 我要脱 Intelligence, 然后慢慢倒下 不用跑太快了 等大家追上来 哇!我从来没有想到 这台身形佼小的Quant Hatch 能够在赛道上有这样快的一个成绩 这个1.63 缸 或者增压引擎 真的 它的这个动力真的是非常的猛 而且很快,來得很快 就算前面這台是一輛牛膜王 3.0 剛才在碗道上其實前方的這個牛膜王 它是需要慢下來,它不敢再去 可是我的 Yaris呢,一直可以追著它跑 太強了 OK,所以我現在就在開著這台 Vios GRS 了 好,那OK,接下來我們已經是 首先我的第一個感覺是,過了這個彎過後呢 我覺得它的這個虛擬十個檔位的 CVT 哦 非常的厲害,因為它 我現在完全是不用 Pedal Shift 的 我是因為其實 Intranter 建議我們不要用 Pedal Shift 它講這個虛擬十個檔位呢 它其實切換到很厲害,很智慧型的 就它會自己去做這個 Engine Brake 那我剛才過這個玩手,的確是感受到了 我覺得這個時速,這個 Software Tune 都不錯 蠻熱血的感覺 呢? 驚訝heart 非常好 這個操控,進入做提升啦, 據說這個運動檔案好像是 clean 代工的 讓這台車都變得很運動化的感覺啦 因為其實 Pios 的這個底盤呢,並不會縮上紮實 可是在搭配了這個彈弓系數更高的這個 Sport Swing 過後呢 讓這台車子在彎道上的表現更加的極致,更加的緊絕 我現在真的是一路狂踩油門,跑著這個賽道 那,Well,它的表現讓我感到蠻意外的,因為我沒有想到一台1.5NA 然後配 CVT,重點是它是 CVT 這個無道素變速箱的車呢,能夠開到架 其實真的是有那個熱血的感覺 尤其是它這個,我個人是很喜歡它這個 CVT 模擬十個單位的設定 這個東西呢,真的是大大增加了這個快感,那個加速感 而且在過彎的時候,因為它會自己做那個稍微有一點 engine break 的感覺 而且還模擬到相當的正式喔 我覺得這個東西呢,能夠大大提升這個駕駛樂趣啦 而且我覺得不止樂趣,也讓這台車子 感覺上開起來蠻快的喔 唯一不喜歡的就是它在 慢下來過後,我大踩油門的時候 那個扭力稍微不夠啦,一方面因為我是開了這個 GR Yaris Go 掉來這輛車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做這個大彎的時候 這個懸吊喔,它的懸掛系統完全是 hold 到這輛車 如果我說我剛才開GR Yaris,我是覺得它的這個車身很 車身很緊實,很 solid,很紮實的那個感覺 讓那一台車的這個不完極限高 那我覺得這個Vios GR S的,它是在這個 底盤稍微不足之下 可是通過這個懸掛系統的調教 來 提升它的這個操控還有護管表現 這一點我覺得 這台車不錯 Tuning 做得很好 包括,你看我過這個彎其實不太會有推頭的感覺耶 因為我其實不久前才剛開了 我同事的這個 Facelift Chatton Bios啦 NCP-150 相比之下我覺得那一台NCP-150它的懸吊就真的太軟了 那這個運動懸吊剛剛好,儘管那個車情是有 然後車身其實也蠻高的,因為它是要進步使用性啦 但是我覺得 它的這個setting 調教非常的完美 我現在過這個非常緊的玩到 大家還是可以看到啦,我是有這個body roll的,可是 線條完美抓到哦 CVT, Come on,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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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在這樣子一個大熱天之下,我們這樣子狂踩這輛車 這輛車一定不會軟耶 目前為止都沒有軟,也沒有任何一個wining的聲音 如果你們正在尋找一輛運動型的這個V segment 產品的話呢,我覺得 我覺得 這一台車 是一個 值得考慮的選擇啦 這一個真的是很少見的一個 定位啦 目前市場上V segment的車子呢,你要說運動化的話 你要說稍微比較有 熱血一點的這個車呢 很多其他的選擇你都是要透過後期的改裝來達到這個感覺啦 來達到這個效果 但是這一台VS,我覺得基本上你不需要做什麼了 你原裝這樣子跑 都已經很夠用了 當然如果你要再提升它的這個操控的話,它還是有空間的 你可以再 可能 加一些bar 之類的來把它的這個底盤進一步再拉近一點 其實 哇,這個輪胎其實也是蠻不錯的,好像是Toyot 1R對吧 蠻咬地的 好啦 今天的這個體驗活動就到這裡結束 在這裡要感謝Toyota Malaysia 邀請我來體驗一下這個Toyota GR Yaris 的魅力 真的 不只是金卡納厲害 它在賽道的這個 表現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但這台車真的是一個全能的小鋼炮 但是最讓我感到意外的還是這台車 Vios GR S 我沒有想到它在賽道上的這個表現 真的是出乎意料啦 因為這一台 定位是家庭轎車的 V segment sedan的 它只是針對這個底盤調教 換了這個懸掛 還有這個CVT 也是重新調成一個時速的setting過後 整個就不一樣的感覺了 這個真的是讓我感到非常的surprise 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很追求駕駛感 駕駛樂趣的人呢 你真的 要去試駕看這個Vios GR S 真的,它真的是很不同 好啦 今天的這個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喜歡這期影片的話 記得不要忘記按讚 分享 還有 繼續訂閱我們的頻道 對這個GR Yaris 還有Vios GR S 有什麼看法的朋友們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小明 我們下一期節目再見啦 拜拜